据环球时报报道 日前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应邀访问沙特、土耳其、伊朗、阿联酋等中东国家 其中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与王毅会面时曾表示 沙特坚定支持中方在涉乡等相关问题上的正当立场 反对以任何理由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反对个别势力挑拨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 身为美国的铁杆盟友 沙特公开表态支持中国 认为欧美无权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 无一再次向外界展示了中国在涉乡问题上的正当立场 同时也印证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在涉乡问题上指责中国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 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给抹黑中国 任意打压中国找借口 而对于沙特等一众中东国家的表态 本来就理亏的美方就更显得底气不足 美国外交学者指出 在拜登政府推行人权外交之时 中国和中东国家已经找到了共同立场 而现在的美国与中东国家的潜在摩擦却越来越多 所以美国的决策者非常担心 美国撤出中东而转向亚洲的举动 将使得中东向中国敞开怀抱 与此同时 部分西方媒体大肆炒作美欧联手制裁中国 试图营造一种国际社会一致指责中国的假象 以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对付中国 另外在王毅与沙特王储会见的同一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欧盟官员伯雷利在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 决定重启美欧关于中国的战略对话 以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不过布林肯并不能保证美国一定会得到欧洲盟友的支持 纽约时报报道称 尽管布林肯决定访问北约和欧盟并放低姿态 但是美欧深层次的问题依旧没有被掩盖住 由于在贸易问题上 很多国家现在更依赖中国 而美国却和部分欧盟国家 比如和德国在北溪二项目上存在分歧 所以尽管欧盟本次愿意随美对华制裁 但他们仍不愿完全卷入中美对抗中 一方面是中国在中东打开突破口 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 另一方面是美国与盟友存在分歧 如果美方企图利用他那人心涣散的反华同盟 对付日渐得人心的中国 结果如何不言而喻 在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下 底气十足的中国无惧任何威胁 所以美国以及其他反华国家 还是死了自己的贼心 趁早从以新疆问题孤立中国 打压中国的梦中醒过来